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长泰,我们继续Omic Plan for Mac的课程 在这节我们将学习额外工作实术 首先让我们到日历视图看一下 当我们切换到日历视图之后,看到下方,下方左侧叫正常实术 我们点一下右侧的叫额外和非工作实术 在本节我们讲的是额外工作实术 当我们切换到这界面之后,发现其实界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当我们注意到一点,之前所设置的正常实术 单绿色的区域,周边的现况是虚线 含义就是我们在当前是不可以改变正常实术的 如果想改变,需要切换到正常实术再去修改 在当前只能设定额外工作实术和非工作实术 我们具体通过一个小的案例来学习额外工作实术 首先额外工作实术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设置某个资源的额外工作实术 具体到某个资源我们可以列为某一个资源自己单独加班 第二层含义就是所有资源的额外工作实术 那就是整个团队的整体的一个工作安排 这是超出原有正常实术的一个安排 我们先看针对某个资源的额外工作实术的案例 这个案例非常简单,有两个任务 分别是任务一和任务二 那任务一任务二每个任务的时间长度都是六天 六天就是五个工作日一周再加一天 那就是一周加一天六天 那这两个任务分别分派给资源一和资源二 资源一资源二都是我们系统中新建的资源 没有做过任何设置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资源一资源二 完成该任务都需要六天 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切换到日历视图 然后点击额外和非工作时数 点击之后我们为了对比方便 这个资源一我们不修改 只修改资源二 那资源二做哪些修改呢 我们首先注意一下左下角的日历 大家注意额外工作时数的含义 含义是针对某一天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正常时数 其实上面是没有出现具体日期的 包括下面也没有这个日历的 那额外和非工作时数都是针对某一天的 那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案例呢 这个工作包的时间是从3月22日到3月29日 那为了进行这个对比测试呢 我们设定资源二在这个3月24日 这个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这个加班 那平时我们所说的加班呢 在这个OminPlan中体现的就是额外工作时数 那当这个3月24日晚上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加班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再设置一下啊 设置这个周六啊 周六周日上午呢都加班啊 可以一次拖动过来 那这个包括周六的这个下午啊 也可以这个设置成额外时数 这个设置的方法很简单啊 大家点住这个某个日期的左上角 往下一拖动啊 就能这个画出一个蓝色的区域啊 这个区域呢就是额外工作时数 那我们看到对于一个这个从3月22日开始啊 到3月29日结束的这个工作包啊 一个任务 那资源二呢 在这个期间内呢啊 有两天的加班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完成是否提前两天 这时候呢 我们回到任务试图 那大家期望到任务试图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任务啊 这个任务二啊 相比较任务一啊 提前了两天 那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呢 这个26日啊 3月26日 3月27日啊 刚好是周末啊 这个任务二呢 是在这个刚好是26日 27日之间完成的 但具体是哪天完成的呢 在当前试图呢 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我们想明确知道啊 这个任务二 具体是在什么时刻完成的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在这个显示啊 显示选项 设置任务啊 的这个右侧啊 或者这个左侧 展示这个结束时间 此外呢 还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方法啊 就是我们找到这个菜单显示啊 然后点击干特 找到这个倒数第二个啊 非工作时数啊 把这个勾呢 选上 那选上之后呢 就会看到类似的界面 那在这种界面之下呢 这个Omiplan呢 把这个非工作时数啊 比如周末啊 休息时间呢 都展示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这个看到啊 某一个任务啊 是在哪天啊 大体什么时刻完成的 那这种试图呢 比较适合这个安排加班 比较多的这种项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设置所有资源的这个 额外工作时数的方法 那这个设置所有资源的额外工作时数呢 其实这个说的直白一点呢 就是这个团队所有成员啊 一起加班 那在一些有设备参与的项目之中呢 这个所有资源呢 不仅包含了这个人员啊 也包括了设备 那具体设置方法呢 很简单啊 切换到日理视图啊 找到额外和非公的时数 然后呢 我们把鼠标点击到这个资源下方的空白区域 那这个时候的含义呢 就是设置所有资源的这个额外和非公的时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用鼠标啊 选择某个区域啊 比如从这个啊 3月21日啊 大家看到啊 是具体某一天 3月21日啊 这个下午6点啊 到下午10点 以及呢 22日的下午6点到10点 我可以直接从这个左上角啊 用鼠标滑动一下 突动到右下角 那这样呢 就完成了针对所有资源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的设定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检查一下效果啊 我们点击资源2啊 点击资源2呢 这是我们看到 不仅包含了我们之前这个设置的3月26日啊 27日啊 包括24日的加班 那在3月21日和22日的这个晚上呢 也有了一个加班 大家注意这个加班的这个线呢 啊 是周边的线呢 是虚线 那这个虚线的含义呢 啊 一样啊 是针对于所有资源设定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 这个蓝色啊 比之前的这个蓝色呢 更淡一些 那所以通过这个当前的试图啊 我们能快速知道啊 哪些时间范围是正常时数啊 哪些时间范围呢 是这个所有资源的一个加班 哪些这个时数呢 是针对这个资源的加班 非常的直观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源1啊 我们点击资源1 那点击资源1之后呢 发现这个资源1的界面呢 啊 只有3月21日和3月22日的这个晚上的加班 啊 因为之前呢 我们并没有针对资源1呢 单独设置过加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计划表例外这个区域啊 我们发现资源1的计划表例外区域呢 是没有出现符号的啊 资源2呢 是出现的 那含义呢 是我们针对资源2啊 单独设置了额外和非公的时数啊 而资源1呢 没有单独设置额外和非公的时数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在本节啊 所需要做的操作练习 那本节练习呢 有7条啊 其实也非常简单 那第一条呢 就是设置任务啊 分配资源 第二条呢 就是切换到日历试图啊 找到这个额外和非公的时数的试图 那第三条呢 就是修改资源2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第四条呢 就是观察修改这个资源2的额外工作时数之后呢 对任务2的进度的影响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找到这个菜单中的显示啊 干特啊 看一下这个点击非工作时数之后呢 这个界面的情况 那第六条呢 就是观察这个计划表例外的图标啊 最后一条呢 就是设置所有资源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并观察对进度的影响 那首先呢 请大家设置两个任务啊 并且这个设置两个资源 同时呢 把这个任务1啊 任务2分别分配给资源1和资源2 然后呢 调整一下这个任务啊 这个啊 这个中间和右侧这个标签的展示 那如果在你的这个界面之中呢 这个任务的展示比例呢 并不合适啊 比如像是这样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显示啊 找到这个缩放已适合项目啊 那这个界面呢 就会重新进行调整 那目前看呢 这个任务1任务2啊 完成时间都是一样的 都是到这个3月29日啊 这个下午5点啊 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切换到任务视图啊 然后呢 点击这个额外和非工作时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资源2啊 设置资源2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 那首先呢 我们设置这个3月23日啊 3月23日 找到这个下午6点的区域啊 往下拖动啊 按着鼠标拖动啊 那这个拖动完之后呢 这个3月23日的这个设置呢 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设置这个3月26日和27日的上午啊 那这个呢 连在一起啊 可以一起设置 那再设置呢 这个3月26日的下午啊 那这样呢 就完成了资源2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的设置 那这里呢 那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区域的边际啊 这个边际呢 可以这个拖动啊 增加范围 比如这个当前呢 是23日啊 我们可以这个找到右侧边缘 然后呢 向右拖动啊 这个可以拖动啊 几天都可以 然后呢 也可以向下拖动啊 增加这个时间范围啊 都可以 那此外呢 也可以移动啊 比如我想这个直接把23日晚上的加班呢 调整到24日啊 可以整块移动 好 我们Command Z啊 撤销一下刚才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计划表例外的区域啊 那对于资源2来讲 这个含义呢 就是我们已经设置过啊 计划表例外 那对于这个额外和非工作时数的设置啊 大家看到左下角的日历啊 这日历呢 是可以翻动的啊 比如我想设置4月的 设置5月的啊 可以设置这个4月份 这个啊 第二周的啊 这个最后一周的啊 都可以设置 点击之后呢 大家注意到右侧的日期呢 会发生变化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任务试图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 当我们为资源2啊 设置了这个啊 额外工作时数之后呢 这个他的整体的这个进度啊 是否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看到任务2相比较任务1啊 是提前两天完成 啊 我们看到26日27日啊 是周末啊 我们并不知道是具体哪个时刻完成的 啊 我们找到这个显示啊 找到干特 找到非工作时数啊 点击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 缩放已适合项目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啊 应该是在27日啊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呢 完成了任务2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灰线的含义啊 这个26日27日啊 整天都是灰的 这是周末 然后这个25日这个中间呢 这个是代表的是 中间的这个一小时的午休啊 这个是下班到以后啊 这个是从这个25日啊 这个凌晨到上班的这个时间段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回到日历视图啊 来设置一下 针对所有资源的这个啊 额外工作时数 那方法呢 就是点击空白区域 然后呢 切换到啊 我们想设置这个具体的哪一个工作周啊 比如我们想设置3月21日和3月22日的晚上啊 这个所有资源呢 都从晚上6点啊 加班到这个晚上10点 好 我们设置完成之后呢 这个先点击一下资源1啊 点击资源1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资源1啊 在3月21日22日的这个晚上呢 出现了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并且是虚线啊 同时这个蓝色呢 相对淡一些 那含义呢 这个额外时数呢 是针对所有资源的 接下来呢 我们切换到资源2啊 那我们看到 不仅包含了我们之前 针对资源2设置的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还增加了 针对所有资源设置的这个21日22日晚上的额外工作时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切换到任务试图啊 看一看 我们这个设置完 针对所有资源的这个啊 额外工作时数之后呢 对任务进度的影响 我们看到啊 当前设置了两个晚上的加班 那累积起来呢 应该是一共的日啊 我们看一下在任务试图 是否这个任务提前一天完成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任务1啊 任务1呢 在之前呢 是在29日下午点完成 那目前呢 是在29日中午12点完成 只提前了半天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任务2啊 任务2呢 原来呢 是在这个3月27日的中午啊 12点完成 那现在呢 是在26日的下午完成啊 也只提前了半天 那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 我们这个任务开始的日期呢 是3月22日 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历试图之中呢 设置的这个加班呢 是3月21日啊 加班 所以呢 3月21日这个加班呢 其实对刚才任务是没有影响的 那只有3月22日设置一个加班呢 才对刚才任务是有影响的 那为了在之前的基础之上呢 所有任务呢 都体现一天 而不是半天呢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 资源2的3月23日啊 是已经设置了一个单独的一个 这个额外工作时数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周四啊 就是3月24日 25日 这个晚上呢 资源20没有设置的 那所以呢 我们切换到这个啊 针对所有资源设置一下这个3月24日晚上的一个加班 那我们看到啊 当我们设置完这个周四晚上加班之后呢 啊 相比较之前只设置周二晚上加班 这个任务一和任务二啊 又分别提前了半天 那在课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啊 再多设置一些这个资源的额外工作时数啊 设置不同的情况 多做些练习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